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 协助台南企业全球拖点 南市经发局今年将要优势中小企业前往英、日、泰等国参展 汲取海外厂商成功经验 也为台南厂商创造更多商机 南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肖富仁表示 今年规划以南市推动的重点产业才共同参展 买家商机没合会和钱在买家企业参访 三合一方式办理海外市场拓销及全球经贸合作与推广 为强化买主对参展厂商的了解 将制作共同行路 今年选定文创、流行时尚、基本金属制造、汽车零件制造、食品制造和医药化学制造等产业 预定于6至9月间赴英国、日本及泰国进行三合一方式经贸拓展 邀约18家国际买主参与商洽每合 每次参展并将安排拜访两家以上厂商 每厂次规划邀约8至12家南市企业参加 今年规划参加展项包括英国博明罕汽车零配件、维修工具及检测设备展 Automechanica Birmingham 2018 6月5至7日 预计有850家公司舱展及1.2万名埋主与会 此次将以全台首选作为主轴 凸显台南为台湾最大的轻金属加工和汽车零组件聚落 日本国际礼品及杂货展 Deftex 2018 7月4至6日 今年预计有来自39个国家2280家公司舱展 超过8万位买家与会 延续去年台南豪里品牌概念 以一次构足方式 整体规划台南在地产品 2018年泰国台湾形象展台南市主题馆 8月30日至9月1日 今年预计有250个摊位台湾厂商参与展出 预计吸引1万位买家 将以府城生计保健美食和在地农特产加工食品为主轴 融入府城精品意向概念 相关资讯可参考网址httpwww.erp.org.tw